要说起啊,这皇后家这只复查士,那是一倍比一倍强 绝不是啊,这皇狼虾斗鼠子,一窝不如一窝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咱们上文书啊,结束了这个甄嬛传 也就是说啊,这雍正皇帝的后妃和皇子之间的故事啊,咱们算讲完了 该讲啊,这乾隆皇帝的两位皇后 有人说不是吧,这乾隆皇帝不是三位皇后吗 哎,那位令妃啊,魏家世是属于母一子贵 这个嘉庆皇帝登上了皇位以后的令妃才成为了这皇后 并且呢,这魏家世娘娘啊,已然红世很多年了 所以说啊,这乾隆皇帝自安慰的时候只有两位皇后 这一位啊,就是乾隆皇帝的元后,孝贤纯皇后,傅查士 还有一位啊,就是季后纳拉士 这两位皇后和皇子之间的故事啊,并不是很多 但是啊,咱们还是要讲 其实呢,我可以跟您小吐露一下 这傅查士皇后啊,之所以早遭到就崩世了 还有啊,就是说纳拉继后被打进冷宫 我觉得啊,都和他们的孩子有关系 那您要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那您就接着听啊,咱们这个系列的书 得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从今儿开始啊,咱们就开始讲这个孝贤纯皇后 杀继复查士 咱们要是讲这个孝贤皇后啊 在我这儿说呀,应该是个冗长的篇幅 哎,这个集数会比较多 为什么呢?因为我呀 对复查士家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对于复查士家族啊,留下的很多遗迹呢 也实地考察过 您比如说这个五塔寺的复衡的这个家族碑和高峰碑 还去通州考察过福龙安 以及这个何硕何家公主 也就是乾隆他们家的四哥哥 坟上所遗留的龟夫大碑 以及呢这个石像生 还远到这个天津济州 实地采封过福康安 福长安的这远寝墓地 所以呢,我就打算啊 打破咱们这个系列的惯例 咱们要把这个复查士皇后一家 所有有名望有故事的亲属啊 都讲一遍 刚才咱说半天了 这孝贤皇后啊 姓复查士 她是杀绩复查士 这一支复查士啊 不但呢是家族庞大 而且呀是名臣辈出 在这雍正年的时候啊 这一支复查士的家族啊 在朝中的地位就相当可以了 从一点啊就可以看出 虽然在雍正五年的时候 这复查士啊 是通过外八级选秀 被指昏给当时的黄四子 弘历为狄伏进的 首先说呢 这事啊 他应该啊 是早就定下了 再者说呢 当时的弘历啊 已然被秘密立为了储君 虽然这天下人呢 还不知道 还没有向外公布 但是这雍正皇历 他惹定是知道的 那么给这四个弘历啊 选狄伏进 那无疑就是给这帝国啊 选以后的国母皇娘 给这未来的皇帝呢 选择一位皇后 所以说这雍正皇帝 给自己的儿子 选择了复查士啊 那一定是再思再量的结果 咱们要是追溯 复查士皇后家族的渊源啊 咱不用往太远了说 为什么呢 因为再远了说呀 那些复查士们啊 都是追随太祖太宗的将士们 咱们就说呀 这皇后的爷爷吧 谁呀 米斯汉 您听着耳熟吗 哎 对喽 咱们在讲三藩的时候啊 提到过这位大人 这米斯汉呢 就是写那个 针对三藩的 剿贼方略的大臣 可想而知 这位米斯汉呢 他是心中既有谋略 又有仇化的人 并且他惹定还很有学问 在康熙年呀 就加封太子太宝 死后啊 还被赐了士 叫民谷 要说起呀 这皇后家这只复查士 那是一倍比一倍强 绝不是啊 这黄狼虾斗鼠子 一窝不如一窝 到了复查士皇后上一辈呀 这家里边出了有名的弟兄啊 一共三位 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三朝大学士马奇 这个人呢 咱们不在这展开了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挺遭恨的 我不喜欢他啊 之后呢 我会单开一集 咱们好好的呀 骂骂嫌借 那有人说啊 这雍正王朝那电视剧里 不是说吗 这马奇呀 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 诶 忠厚老实啊 我跟您这说吧 汉奸能不爱骂吗 得 那是后话呀 咱们后文书再说 要说起啊 这复查士的三伯父啊 那也厉害去了 领士卫内大臣马武 这复查士呢 之所以啊 能够进宫母仪天下 做了娘娘啊 我想啊 跟这马武可能有不小的关系 咱们呀 一会再说 咱们再说第三位 这第三位呀 和这两位在朝中围观的兄弟不一样 他叫什么呀 他叫李荣宝 是这个马奇马武的弟弟 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 孝贤皇后的亲爹 这李荣宝身上啊 他有军功 他有爵位 是一等男 即云七位 是查贺总管 在查贺地区负责练兵 李荣宝啊 他又不是这皇后的亲爹 在名头上肯定盖不住自己的两个哥哥 这李荣宝啊 他英年早逝 哎 实际上呢 这傅查氏皇后 还没被指昏给四皇子弘历的时候 哎 这李荣宝就已经过世了 所以说呢 这皇后娘娘实际上在娘家的时候啊 是这两个大爷 抚养成人的 不过说呢 这马奇马武啊 对这傅查氏啊 是非常的好 那么雍正皇帝 为什么在群臣当中 就选择了傅查氏 和自己攀了亲家呢 当然了 这里边他有这个傅查氏家族 全是过重的原因 这皇上啊 他要的就是强强联合 不过这里边啊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这个雍正皇帝啊 跟这个马武的感情非常好 当然了 这呀和马武的工作有关系 这马武是什么工作呀 这马武死的时候啊 那是领侍卫内大臣 哎 他是从那个低档侍卫 一直晋升到领侍卫内大臣的 所以说他的工作重心呢 就立直没离开过紫禁城 清逝宗实录就曾经记载到 说这雍正皇帝呀 一想起马武来呀 就十分的感慨 他说呀 追忆少年时 马武服报服事 背己小心 其情势宛然如足 意思是说呀 这老皇帝呀 总是怀念年幼的时候 说这个马武啊 那会儿啊 还是侍卫 抱着我呀 非常小心 和那会儿 作为小皇子的印针呢 关系非常的密切 现在想起来呀 就像昨天一样 咱不得不说 这雍正皇帝呀 他有很多细腻的地方 您比方说吧 这个皇帝 这种幼年时候 发生的事情啊 很多皇帝 他不会对外人说的 可是呢 这话呀 他明明白白就写 在实录当中 那么雍正皇帝 和这个名其更大的 这个皇后的令月伯父 马奇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虽然这马奇呢 咱们还单要辟出篇幅讲 但是在这儿啊 不妨我也可以 先给您吐露一下 雍正皇帝呀 其实和这位三朝大学士 马奇呀 感情商经一般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马奇呀 实际上是 康熙皇帝重用的重臣 雍正皇帝重用他呢 无非就是啊 借他的名头 拉拢群臣 以及啊 拉拢他们家族的势力 要说呀 论交情 论这感情来说呀 这雍正和马武 看起来呀 倒是亲近的多 所以我觉得呢 这皇上家呀 和他侄弟这门婚事啊 那很可能 是居在马武的面子上 这无非呢 是我个人的一种小观点 哎 您信不信的呀 也无关紧要 那咱们就得说说 这傅察氏和这 皇四子 红历 婚后的生活 到底怎么样了 就在雍正五年 通过这个 外八旗 选秀 我这傅察氏 被指昏给了 皇四子 红历 做什么呀 做敌附近 哎 跟他们汉人的话说呀 就是正妻 要说这红历呀 是皇位的接班人 这雍正皇帝 对他肯定是重点培养 哎 不论什么原因吧 怕他这个到外边啊 去结交了不良外臣也罢 还是要为保护他的安全 所以说呀 这雍正就没让这 红历出宫居住 娶了媳妇啊 也住在紫禁城当中 住哪啊 紫禁城的西二所 这西二所啊 在明朝的时候 叫做前西五所 清朝呢 对他呀 几次改建 后来呢 这乾隆皇帝 头登基之前 住的这个西二所啊 就被改名为了重华宫 这乾隆底嘛 皇上登基以后 他必须升一格 所以必须称为宫殿 二所啊 建了重华宫 一所啊 建了树方斋 这喜欢还珠格格的朋友啊 对树方斋肯定不太陌生 这三随改建什么了 三随啊 建成了重华宫的御厨房 这四所五所的命运啊 就差点了 就拆了 拆了建了晋福宫 以及晋福宫的花园 这片地方啊 就在紫禁城西六宫的外路 您要是现在去紫禁城游览呢 哎 可能是看不见这些地方 为什么呢 它不开放 不过呀 也说不太一定 您要是有能力 有本事啊 周一去游览紫禁城 这个地方您就能看见了 怎么呢 因为啊 有能力在不开放日 去游览紫禁城呢 那惹定都是紫禁城 视为的贵宾 这故宫的贵宾接待使啊 他就在这边 哎 在树方斋里头 所以说啊 要说起来啊 这货比货得扔 人比人呢 得死 哎 这天下事 他往往就是这么的 不讲理 不但在宫里 这皇子红利啊 他有住处 就是在这个云民园呢 也有住处 这雍正皇帝就降旨啊 把云民园的长春仙馆 赐给了四皇子 和福晋复查室居住 这长春仙馆这名字 您不陌生啊 咱们前一番就讲过 后来呀 这弘历登了机以后啊 成了乾隆皇帝 再到颐和园呢 就把自己的母亲啊 这孝圣皇后 安排在长春仙馆居住 原因就是长春仙馆呢 离皇上住的九州仙馆 以及皇上的办公场所 正大光明殿 非常的近 这乾隆皇帝 也给自己的妈妈 请安问安呢 非常的方便 当然了 这雍正皇帝 也正是看中了 长春仙馆这一点 是想跟自己的儿子呀 更加亲近 所以才把这两口子呀 安排在这住 今天呀 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复查室皇后 家庭的基本情况 明天呀 咱们就要说说这复查室皇后 和这弘历 两个人婚后生活 是否和谐了 这里边啊 可就有不同的传闻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 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精彩回幕 就在明天 咱们呀 回见